二战时期,美国有一支奇葩的兵团全由日本人组成 他们在欧洲战场上战功卓著 成为了美国陆军历史上获得荣誉最多的团级部队 本期我们来说说二战中的日裔美军,442兵团 时间回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 事件激起全美民间仇日情绪 促使美国当局将所有美籍日裔居民视作敌国侨民和潜在破坏分子 日裔居民被安置到中西部各州设立的11个拘留营中 总数约11万人 大多数日裔接受了被集体流放和拘禁的现实 他们的拘留营设在不毛之地 一切按军队营区标准设立,全家聚于陡市 在集体食堂吃饭,在公共浴室洗澡,共用厕所 战时美国需要大量人力 看到日裔们进了拘留营还是一副模范囚徒的表现 当局很快开始打他们的主意 军队开始打算盘,征召他们弥补人力溃缺 拘留营里满枪 我本将心向明月的二代日裔们尽管还满腹委屈 但那些有资格参军的,全都迫不及待抓住这个宝贵机会 准备在战场上证明他们到底忠于谁 官方对日裔移民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 其中的两个问题是,你是否愿意参军? 你是否愿意宣示绝对忠于合众国 并忠诚地保卫他不受国内或国外的任何攻击 包括日本帝国或其他外国政府、势力和组织 大约75%的反馈是肯定的答复 于是在1943年,罗斯福总统亲自授权美军组建全部由日裔组成的第442步兵团 把他们派到哪里作战呢? 当然不可能是太平洋战场 因为美军高层对日裔官兵的忠诚和民族感情还有些担忧 决定将他们全部派往欧洲 这支由清一色日本人组成的美军442团 在1944年抵达意大利战场 成为克拉克将军第五集团军的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 克拉克将军也是后来朝鲜战场上的美军总司令 在随后漫长而血腥的战斗中 身材高大的德国士兵吃惊地见识了这群小个子黄皮肤日本人发疯似的战斗力 他们敢于挺着刺刀向日语高呼万岁 发起白刃冲锋 经常有满两问号的德国战俘询问他们 日本不是我们的盟友吗? 你们怎么站在美国佬这边了? 在法国南部山区的战斗中 442团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 一支150人的美军分队深陷德军包围 442团奉命救援 他们冒着风雪在山区里经过三天苦战 将被困的德州牛仔们救了出来 之后两天里442团继续进攻 占领了更多德军阵地 此战后442团没有一个连建制完整 一个少尉回忆说 我们每救出一个德州老 就倒下三个人 随后442团又回到了意大利战场 奉命进攻德军兼顾的哥特防线 此前美军攻击了半年都未能攻克 然而在第442步兵团的迅猛攻击下 不到一天时间就撕开了德军的防线 盟军顺利地突破了德军的铜墙壁垒 这里让克拉克在内的诸多美军将领 看得目瞪口呆 战后统计442团编制只有3800人 在整个二战中阵亡 负伤失踪 总人数却超过了9000人 伤亡率高达314% 442团成为意大利战区最出色的美军部队 后来作为意大利战区代表 接受了杜鲁门的检阅 战后442团就地解散 补偿呢 一点没有 他们用了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 洗刷的却是本不存在的嫌疑 除了442团在欧洲的战绩 在太平洋战区 还有6000名日裔美军 以另一种形式参与了战争 珍珠港事件后 美国开始加强对日情报工作 开设语言学校 招募二代日裔参加对日情报工作 日裔语言专家被派往太平洋战区 赶赴阿流声群岛 瓜岛和新奇内亚各地 他们负责搜集和翻译日军文件 审问日本战俘 日裔语言专家拥有独特的优势 他们不仅精通日语 而且对日本民族和文化 有着深刻理解 这是他们比白人更深人对日情报工作 他们不仅完成常规的翻译和审讯工作 还发挥文化和肤色优势 劝说藏匿在孤岛和山洞中的日军出来投降 整个太平洋战争中 数千名日裔美军语言专家 参加了对他们祖先国度的战争 他们的家人还被关在拘留营中 有的人在日本还有亲属 还有亲兄弟在日军服役 甚至可能就在自己所在的战区 他们容易被美军误认为是日军而遭误伤 去前线执行任务时 还可能被日军俘虏 被俘后少不了一番虐待 整个战争中 这些日裔军人都表现出了高度忠诚 没有出现一起日裔语言专家 称当间谍或泄密的事情 一位美军曾说 日裔美国人使太平洋战争缩短了两年 挽救了可能有100万美国人的生命 节省了几十亿美元的费用 这也成为了他们迈入美国社会的开端 他们的战绩被白人认可 种族天花板被打破 大批日裔二旦们参军从政 为自己谋得了更美好的未来